各位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收看中国禁闻 震惊中南海的三百首印事件主角 法轮功学员王小冬一案 7月18号上午9点在博头市法院非法秘密开庭 当局开庭的前一天下午5点才通知王小冬的家人 而博头市的法轮功学员都被通知不允许前往 当地辅导员也遭到监控 庭审的当天 博头法庭前面的整段街 提前一个小时就已戒严 不允许车辆与行人靠近 警察和便衣如临大敌 据大纪元引述知情者介绍 博头法院的院长王德福亲自安排法警控制进出法院的人员 每个进入法庭的都要经过仔细的安检才准许进入 安检比平时严格的多 甚至连其他案件开庭的人也不放心 据王小冬的哥哥介绍 除了王小冬的母亲和姐姐 其他的亲朋好友都被拒绝旁听 但是镇政府官员公安局派出所的人都可以旁听 王小冬的哥哥还说 法庭上王小冬的母亲质问法官 为什么辞掉北京律师 应给指派律师 你们这样违法 马上就有四个法警过来恐吓要将他驱离 而庭上的王小冬已经受的变形 眼圈也发黑 他要求法庭用之前聘请的北京律师 不要官方指定律师 也没有人理睬 秘密庭审持续约两个小时后休停 没有宣布结果 世界最大的记者组织 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 7月18号发表声明 对中共领导层换届前夕 中国两家感言报社的负责人 先后被撤换 表示关注 最近中国媒体圈传言 上海东方早报的社长陆言遭免职 副主编孙健被停职 此前广州新快报也突然改版 主编陆福民被撤换 虽然这两家报社没有公开人事变动的原因 但是中国媒体界人士普遍认为 这与他们的报社发表或者转载敏感文章有关 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国际记者组织认为 这些整肃活动与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 召开的18大高层领导人换届有关 他们在声明中说 中共领导层即将发生的变动 正在对中国的新闻自由产生寒蝉效应 国际纪联并敦促两家报社管理层 重新考虑其决定捍卫媒体的独立自由报道的权利 大陆人权网站六四天网最近发布的消息说 香港政府提供的无线上网系统 即Wi-Fi通屏蔽了该网站的人权信息 天网已经就此致信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据美国之音报道 天网负责人黄奇表示 按照相关的规定 香港政府不应该影响包括天网在内的新闻自由传播 黄奇认为 大陆维权网站在香港遭到这种打压 是比较罕见的情况 好观众朋友 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今晚